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冷笑道 宋青 你以为离了你老子就活不下去了 告诉你 别想拿捏我 我看到他的白月光 脸色不太好看 轻声地劝他 周景棠 你这一生得到太容易 所以不懂得珍惜 难得跟年少恋人破镜重圆 望你一切圆满 从16岁到28岁 我哄了他整整12年 真的累了 我加班到凌晨 晕倒在了工位上 被林林送到了医院 林林捏着报告单 一脸复杂地说道 清清姐 你怀孕了 已经三个月了 他说着说着就哭出来 抱着我害怕地说道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我一下子被他逗笑了 轻声地说 没有啊 我其实结婚三年了 很抱歉 一直没有告诉你啊 在同事 朋友眼中 我一直都是单身 有些事情没有刻意地提过 吓死我了 林林气地戳着我的肩膀 忧愿地说道 害我白担心一场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瞒着我 我笑道 结婚瞒着你 但是离婚让你第一个知道 好不好 林林先是一愣 又哭起来 小姑娘 年纪不大 眼泪不少 好了 别哭了 明天难得有时间调休 我送你回家吧 林林抱着我哇哇大哭 我想知道 那个辜负你的 乌龟王八蛋长什么样子 这么温柔的姐姐 她居然也敢对你不好 我帮她擦着眼泪 好奇地问道 啊 万一是我辜负了她呢 林林委屈地说道 才不会呢 你这么温柔漂亮的人 说话都轻生轻气的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说话都不敢大声 就怕唐突你 进公司三年了 你知道我不爱喝水 居然还专门买了小茶壶 定时定点地给我熬果茶 她越说哭得越厉害 算了 渣男滚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轻轻姐一定会遇到更好的 最好的 到头来 还是我哄着她别哭了 把她送上回家的车上 说起来 我还挺擅长哄人的 一算 已经哄了周景堂十二年 回到家 客厅的灯亮着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不悦地看着我 凌晨三点才归家 周太太 你是不是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三个月不见 她销售了一点 金融新闻上 说她这次在国外的收购案 很成功 周景堂的能力 一向是毋庸置疑的 我泡了一壶花茶 倒了一杯给她 周景堂闻着茶香 紧皱的眉头 缓缓地舒展开 她瞧了我一眼 嘴上还不饶人 别想糊弄过去 宋青 你从小就这点小心机 不想接话 就让人喝茶 我不由得失笑 原来周景堂 对我还是有一点的了解 等她饮完茶 我从抽屉里 拿出离婚协议书递给她 周景堂好看的眉毛 灯石就痒起来 她接过去翻了翻 冷笑道 你还真是体贴呀 净身出户 传出去让别人 以为我周景堂 磕待你呢 我态度平和地说道 结婚三年 我在经济上 没有任何贡献 反而你买了房子 车子 置办家居 如果你怕外面的舆论 那我可以跟你统一口径 我真是谢谢你这么体贴 周景堂一脸运怒地讥讽我 他抓起笔 潦草地签了字 狠狠地把协议书砸在地上 扬长而去 我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喝完了一壶茶 过了一个小时 手机响起来 是十年给我发的照片 周景堂穿着浴袍 端着红酒杯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随手往上滑了一下 还是周景堂的照片 是三个月前的 他喝了酒 耳根微红 躺在十年的腿上 一如小时候 十年说 宋青偷了别人的爱 现在该还回来了 别太张扬 我是名媒正娶 周家认可的周太太 只要我们一天不离婚 你一天都是 见不得光的第三者 我发出这条消息 能猜想到十年 必定气得不行 他自小心高气傲 哪里能受得了这种委屈 偷了十年的爱 这话说得并不贴切 我十六岁 见到周景堂的时候 就在想 怎么能摘下这朵云顶之花 种在自己的花园 如今赏了他十二年 也够了 初见周景堂那一年 我十六岁 我幼年时 父母车祸离世 便跟着爷爷一起生活 爷爷去世的时候 留给我两千万 将其他的资产全都捐了 他前半生过得放荡不羁 惹得一生至爱离开 而后再婚 爷爷的前妻 正是周景堂的奶奶 宋青 我看在你是我侄女的份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快说 你把老爷子的遗产 都藏哪儿了 我的叔叔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道 小小年纪不学好 竟然还敢跟我们耍妖蛾子 气死我了 老爷子上一身家 我不信他能不给我们 这些儿女留一分钱 全都捐了 我姑姑面色猙獰 冲上来就要打我 我平静地指着 屋顶上的摄像头说道 感动我一根手指头 云监控立马同步到 全国各大网络 姑姑作为美术馆副馆长 因为遗产纠纷 殴打亲侄女 到时候 爷爷的遗产 一分钱没拿到 反而丢了晚饭 不太值吧 姑姑的手 停在我的脸边上 目光恨不得把我射穿 怒骂道 宋青 当年要不是赶着 给你过生日 你爸妈怎么会冒雨 开车上高速 你就是个扫把星 克星 克死了自己爸妈 又克死了老爷子 姑姑这么多年 还是没什么脑子啊 我好奇地看着她说道 你凭什么觉得 这几句话能伤到我 叔叔抽着烟说道 行 其他的赞且不提 那两千万 你自己留一百万 剩下我们兄妹分了 我站起来 从她手里夺过那一支烟 慢慢地碾面 微笑着说道 别抽烟 爷爷最讨厌烟味 至于钱 一分都不会有 这小院 已经捐给国家 做纪念馆了 往后 别来了 她当场气得暴跳如雷 没想到这价值六千万的院子 我居然给捐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八岁的时候 我父母去世 留给我一大笔遗产 我叔叔跟我姑姑 想要侵吞遗产的丑陋模样 我姑姑还有脸说我爸妈是为我过生日出的车祸 要不是当初她喝醉酒 非要我爸绕道去接她 他们怎么可能走那条全是货车的路 妈的 我非要替我哥哥 好好地教教你 怎么尊重长辈 叔叔仰起胳膊 想打我耳光 周景棠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他懒洋洋地钳制住叔叔的手腕 手背上青筋微微抱起 狠狠地将他扭过去 推在地上 欺负小孩子 算什么本事 他猝着眉 一脸的不屑 我悄悄地把微型电击棒藏到了口袋里 仰头看他 周景棠啊 长得实在过于耀眼 他的头发很黑 眼睛很漂亮 长了一张锦绣富贵的小公子面孔 挑眉抬眼 都是艳丽的风景 周景棠带来的保镖 律师 帮我全权处理好了所有事情 爷爷临终前告诉我 我的姑姑跟叔叔全是豺狼虎豹 他怕我留在同城被欺负 他会拜托北京的旧友来接我 还说对方一定会善待我 清清 爷爷知道你一定能照顾好自己 可这心里啊 还是忧愁 老话说 会急避伤 情深不受 你呀 看着冷清 其实心里最是重情 他枯瘦地手轻抚着我的头发 和蔼地说道 不熟悉的都以为你是个柔顺的小姑娘 其实你最倔了 你上小学那会儿 总被一个男同学欺负 天天扯你头发 你表面上哭哭啼啼 转眼就离了他一头染发剂 害得那个小胖子不得不剃光头发 我听到这里 眼泪慢慢地流下来 笑着说 我做的事情 从来瞒不过爷爷的慧眼 爷爷也笑了 他笑着笑着 便闭上了眼睛 垂下了手 自那天起 我便要独自过火 周景堂来接我 一路上 我一言不发 到了北京 看到眼前的深深宅院 我才意识到 自己没有了家 周景堂忽然说 你别害怕 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就是你哥哥 我扭头看他 轻艳绝伦的面容 听着他略微生硬的安慰 便觉得动心了 十六岁的少女心思 种下了一粒种子 日日浇灌 发芽成长 那个时候 谁又能想到 十二年后 我亲手拔了心里 栽种的这棵海棠花 那天 竟如奶奶穿着旗袍 亲自出门迎我 我见过她的许多照片 她那个时候 年过六旬 一太不检当年 送起到那个老家伙 倒是有个好孙女 竟如奶奶牵着我的手 往宅院里走 我扭头看周景堂 轻柔地说道 爷爷提过你 我的生日比你大三个月 按理说 你应该喊我一声姐姐 我眼看着周景堂 像是恼了一样 揪了就发红的耳朵 瞪了我一眼就走了 我心想 真是不经斗啊 往后得多斗斗 后来十年 气急败坏地骂我狐狸精 勾引周景堂 我隐约地记得 那是周景堂 十八岁生日宴会吧 她不胜酒力 倒在休息间的沙发上休息 她那日穿了深色的天鹅绒西服 敞开了衣领 领口松散 露出好看的锁骨 平常白皙的脸上 染了薄薄的胭脂色 春醉海棠 不过如此 我拿着热毛巾走过去 手指贴在她的唇上问她 周景堂 我能不能亲你一下 她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二根红透了 却没有躲开 那就当你同意了 我吻下去 果然软得很 只是没过两秒 十年冲进来 哭得伤心欲绝 她狠狠地把我推在地上 祈祷 宋青 好啊 你果然喜欢周景堂 难怪这些年 你对她那么好 我撞在了后面的花架子上 胳膊擦上了 是啊 我是喜欢周景堂 我捂着手臂 看向还愣在沙发上的周景堂 眼里带着泪说道 周景堂 对不起 我害时念伤心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接近你了 我出了休息室 关上门 擦掉了眼角的泪 时念跟周景堂 青梅竹马长大 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周景堂是他的私人限定 我不在乎周景堂喜不喜欢我 我看了他那张脸 就觉得舒心 这就够了 但是时念表面上把我当姐妹 背地里拉小团体欺负我 甚至毁了爷爷留给我的遗物 周景堂明知道 时念欺负我 却想要稀释宁人 舍不得惩罚时念 他明明对我有些动心 却又舍不下 跟时念青梅竹马的情意 摇摆不定的心 我从来不稀罕 我要亲手折断了这颗春睡海棠 要时念后悔 至于周景堂 已经折断的海棠花 谁还在乎他 什么时候枯萎 给周景堂离婚协议书以后 我辞去了工作 在家养身体 收拾旧物的时候 看到尘封在箱子里的各个奖杯 如果不是这些蒙臣的奖杯 我甚至忘记了 自己曾经有过闪耀的青春 我爷爷是国际知名国画大师 我三岁时就跟着他学画画 小有天赋 很多人都说 我是闪耀的明日之星 我将会成为国画界第二个颂起道 可是现在我的右手 早已提不起画笔 十八岁毕业那年 我被时念带着人堵在厕所 十年用棒球棒砸断了我的右手 此后好多年 我连削个苹果都很难 周景堂出现在我面前 疲惫地说道 为了你的事情 周家跟十家闹得很难看 十年现在也很后悔 每天都很痛苦 宋青 你能不能退一步 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 我抬头看着他好看的眉眼 眼里带着泪反问他 周景堂 原来喜欢你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如果今天躺在医院的是十年 你还会稀释宁人吗 周景堂沉默了半赏才说道 宋青 对不起 后来十年出国 这段事情在所有的眼里 就算是翻篇了 十年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 依旧是那个骄傲的小公主 而我被迫退出话坛 在所有的惋惜声中 销声匿迹 我把那些奖杯 全都擦拭了一遍 重新放好 晚上六点 周景堂来接我去老宅吃饭 每周六 只要我们有空 就会回去跟静如奶奶一起吃饭 我坐在副驾驶上 闻到一股香水味 十年喜欢的枝子花味 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我打开窗户 进了一点秋风 有些萧瑟 周景堂等红灯的间隙 手指不断地敲着方向盘 似乎有些烦躁 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 再等我低头 这些年 他早就习惯了 我哄着他 他叛逆期去盘山公路飙车 使我坐在副驾驶上 陪他封垢了再回家 周叔叔气地打到他后背淤青 使我半夜悄悄地去帮他上药 哄着他吃饭 他创业期间 为了跟家里对抗 忙的饭都吃不上 使我定时定点地给他送饭 他闹脾气 跑去喝酒不肯回家 打给我电话又不说话 使我半夜叫车去酒吧哄他 我工作忙的时候 没空陪他 冷落了他 他就联系时念刺激我 今天副驾驶上的香水味 何尝不是给我的警告 周景棠在跟我宣战 宋青是你要死要活地爱着我 不抓紧我 我随时都会离开 以前他每次跟十念联系 我都很紧张 对他会更好 这招他屡试不爽 景棠抽个时间去领离婚证吧 我淡淡地开口说道 往后不必让十念给我发照片了 你自由了 周景棠的眉头死死地拧着 问我 他发什么了 我将那几张照片转给他 周景棠翻着看了看 忽然就怒道 宋青 你可真是能忍哪 三个月前 我在美国给你打电话 你竟然一点都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情 我躺在十念腿上 你都不在乎 你心里真的有我吗 他胸口起伏着 压抑着翻滚的情绪 把车停到了路边 周景棠下车抽了一支烟 重新上车以后 打开手机调出一张 像素模糊的照片 砸到我面前 眼里是掩藏不住的痛苦 宋青 这些年 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呢 啊 周景棠的替代品吗 照片上 我扎着高高的马尾辫 穿着校服 脸色微红 身边的少年人养着笑脸 灿若艳阳 他藏在身后的手 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腕 在十六岁的青春 我曾跟一个少年 肩并肩地站在阳光之下 迎接春风拂面 周景棠 我只是念着这三个字 就想落泪 周景棠是周家的私生子 竟如奶奶不知道 怎么安置他 就把他送到了铜城 他跟周景棠 容貌有七分相似 但是性格却大相静庭 他谦逊 温和 阳光 不似周景棠那样 傲慢 冷情 周景棠对我仿佛 有用不完的耐心 我不管怎么任性 他都会坚定地 站在我身边 我生病的时候 不爱吃药 藏在被子里 不肯出来 周景棠也不强迫我 只是轻轻地拍着我 唱着我喜欢的歌 一直到我从被子里钻出来 他塞给我一颗棉花糖 然后再捏捏我的鼻子 哄着我吃药 我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性格 做很多事情都游刃有余 偏偏不擅长运动 而周景棠从小就打网球 奖项拿了个遍 在网球场上 我却脾气上来 非要跟他比个胜负 周景棠摊着手笑道 轻轻底部了啦 只要对面是你 我注定会输 他的同桌永远是我 他的单车后座上 只能我来坐 他的草莓我永远咬第一口 他的肩膀永远挂着我的书包 周景棠 把所有最好最好的东西 都留给我 那张照片是他拿到全国网球大赛冠军的时候 我们在球场拍的 在喧嚣退去 人潮之后 他紧握着我的手 留下一张合影 后来 没有了后来 周景棠病了 他躺在床上 眼里泛着泪光 他说 轻轻 忘了我吧 忘了我 好好生活 怎么忘啊 周景棠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忘记你 都说年少时 不要遇到太惊艳的人 否则要用一生去遗忘 我那个时候 看到这句话不以为意 我遇到了最好的周景棠 他会陪我一辈子 可他走后 我吞着苦药 拒绝老师为我安排同桌 独自骑车上下学 不再买草莓 夜晚的时候 我路过小区的网球场 崩溃大哭 我才明白那句话 什么叫作用一生去遗忘 从三岁起 我们就在一起生活 我的记忆里 除了周景棠 还是周景棠 我要怎么遗忘 周景棠走了半年后 爷爷也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是天煞姑星 这一生注定痛失所爱 姑姑骂我是客星 灾星 我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已经千疮百孔 爸妈车祸离世 周景棠跟爷爷也离开了我 我咬着牙 不让自己崩溃 打起精神 去跟叔叔 姑姑抗争 一直到周景棠 出现在我面前 他像是一根浮沫 救了溺水的我 我看着那张照片 擦拭掉眼角的泪 笑着说道 周景棠 你都知道了呀 这十二年来 我对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他对我做过的 我对你的每一分好 都是在复刻他对我的爱 滚 立马给我滚 周景棠狠狠地把手机砸向玻璃 暴怒道 宋青 你让我觉得恶心 恶心吗 还有更恶心的 你要不要看看 我看了看时间 温和地说道 周景棠 送你一份离婚大礼 十年 毁了我的手 你却光鲜亮丽地 站在美光灯前 没这么简单的事情呢 晚上八点 一则关于十年的视频 火爆全网 热搜上挂着一个报字 宋青 你以为景棠哥跟你结婚 你就能得到他的心了 十年把我关在狭小的储藏间里 端着一杯咖啡 缓缓地倒在我的脸上 得意地讥讽道 你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 当年我打断你的手 景棠没说什么 今天我就是踩在你的脸上 他照样也不会说什么 则 周太太 擦擦脸吧 等会儿还得打起精神 帮我修图呢 十年装模作样地 把纸巾砸在我的脸上 嘻嘻一笑 告诉你 你修的图 我会不断不断地挑 熬死你也修不完 有本事你就辞职啊 看看你 没了这份工作 谁还肯要你一个残疾人 十年呢 他还是太轻敌了 他一直觉得我无力抗衡 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跟周景棠离婚 就是最好的时机 微博上炸开了 谁也没想到 长相甜美 性格开朗的白富美 十年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靠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十年是插足周景棠的婚姻了吗 真够恶心的呀 他凭什么呀 高高在上的大明星了不起 就这么折磨一个打工人吗 妈的 射出招谁惹谁了 被小三这么欺负 一时间 热搜评论炸裂了 所有人还有一个疑问 哎 金融街的颜值扛靶子 周景棠结婚了 他太太是谁呀 下一刻 一个百万大币的微博 被顶上热搜 很抱歉 以这样的面目 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我就是周景棠的太太 也是你们熟知的橙子 跟周景棠结婚三年 他跟十年纠缠不清 也耗尽了 我对这段婚姻的期待 我们已经签署了 离婚协议书 择日将会领离婚证 谢谢所有人的关心 我不会再对这件事情 有任何回应 这条微博发出去的短短半分钟 就转赞苹果十万 书画界的许多知名大佬 都转发了这条微博 橙子 五年前以风格鲜明的画风 夺得国际大奖 声明确起 被誉为年度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画家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只在微博上跟粉丝交流一些日常 没有什么横空出世啊 更没有什么低调的金子总会被发掘 我从不认输 十年打断了我的右手 我就苦练左手 爷爷的旧友 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 陪伴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 让我重拾信心 五年前 那副送去参赛的寒山秋夜图 惊艳话谈 没人知道我背后付出了多少 十年以为我早已在时间中暗淡失色 我只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熠熠生辉而已 在网络世界里 想要查证一件事情 很简单 离婚协议上 橙子大大竟然是净身出户 我真是气得要死了 姐妹们 看看三个月前 我在美国希尔顿酒店拍到的 是不是这对狗男女 这么一说 我记得我曾经在飞机的头等舱 见过他们呢 难怪橙子大大偶然发的照片 是用左手画画 原来他右手被十年打断了 靠靠靠 快看我发现什么了 橙子大大 竟然是送起到老先生的孙女 我就说 宋卿当年天赋有加 怎么忽然就销声匿迹 退出画坛了 原来是被十年毁了 越看越觉得泪目 学画画的人都知道 惯用手毁了 想要换手有多难 周景堂跟十年 渣男见女 周景堂看着网络上发酵的舆论 靠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他的手机疯狂地响起来 十年的电话不断地往里面打 宋卿 这么多年 你一直戴着面具 在我面前扮温柔 装大肚 累不累 周景堂问我 我包了一颗薄荷糖含在嘴里 缓解着呕吐感 柔和地说道 不累呀 倒是你 周景堂 爱了我这么多年 一直抓不住我 是不是很痛苦 周景堂盯着我的眼睛 崩溃地哈哈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眼睛都红了 宋卿 你都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原来我才是那个傻瓜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用十二年做一个温柔陷阱 看我慢慢地陷落 我看着外面喧闹的夜色 擦着玻璃上的水雾 写了一个橙字 扭头看它 平静地说道 在同城小院 并不是我第一次见你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医院 周景堂 你明明可以不去配行 偏偏去了 配行成功以后 你在景城的病床前说了什么 你还记得吗 十二年前 周景堂肆意妄为 又毫无忌惮 他在病弱的景城面前 讥讽地说道 你就是周景城 害我爸妈离心这么多年 现在病得快死了 真是报应 我告诉你 我配行成功了 可以给你捐骨髓 但是我拒绝了 你死了 我妈的心病才能消失 我站在病房外面 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来再见到周景堂 我就在想 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说出 那么恶毒的话 如果有一天 周景堂伤心欲绝 痛失所爱 又是什么场景呢 十念宣布 永久地退出娱乐圈 他家族出面 平息了网络上的风波 我们三个人 坐在周家大宅的客厅里 十念怨恨地看着我 我慢条斯理地泡着茶 欣赏着他因为恨意 而扭曲的脸 十念 这些日子过得不太好吧 憔悴了这么多 眼睛还是浮肿的 来 喝杯茶 安安神 我断了一杯茶给他 叹息了一声劝道 坏日子还在后面呢 这才到哪儿 就受不住了 十念一巴掌 拍开我的手臂 发了风似地 冲上来要打我 周景堂牢牢地 钳制住他的胳膊 将他推在沙发上 疲惫地说道 十念 够了 我右手被他打得很痛 只能轻轻地按摩着 缓解疼痛 十念崩溃地吼道 周景堂 他把我们害成这样了 你还向着他 你知不知道 这次离婚 他要分走你半数股份 你辛苦打拼的一切全都没了 十念 你算错了 是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我微笑着说道 怎么 周景堂没告诉你吗 当初他创业的时候 两千万的起始资金 是我给的 当初周景堂 一心想要脱离家族 但是周家不给他一分钱 甚至限制他的经济 是我瞒着周景堂 让静如奶奶出面 借给周景堂一笔资金 买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离婚协议上 车子 房子 我是都不要 但是婚前周景堂 曾经签署过一份协议送给我 一旦离婚 如果过错方式他 他会分给我公司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我拿出一份律师协议 丢到十年的腿上 不急不缓地说道 这些年周景堂为你花的钱 算一算也有六七百万了 这算我跟周景堂的婚内财产 我有权追悔 十年 我给你抹个零头 献你一个月内 把钱打到这个慈善基金 否则我们法庭见 周景堂 景堂哥哥 你不管吗 十年彻底地没有了 往日的嚣张气焰 尖叫着 哭泣着 这些年 十佳一天不如一天 先是被查出偷税漏税 紧接着又是海外投资失败 东界西补的过日子 要不是有周景堂补贴十年 他哪里还能过得这么顺风顺水 周景堂没有说话 靠在沙发上 盯着桌上的花瓶 不知道在想什么 十年像是绝望了一样 哭着说道 我不明白 为什么自从宋卿出现以后 我们会变成这样 你的日记里有他的名字 你只听他的话 你为了他报复十家 你发了风式的爱宋卿 可是周景堂 你得到了什么呢 一场支离破碎的婚姻 一场尽心算计的报复 十年 当初我利用你的信息 搞垮了十家 所以这些年 我在钱财方面 从不亏待你 周景堂平静地说道 卖掉你租的那套房子 钱还给宋卿 剩下的钱 也够你过日子了 疯了 你真的疯了 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 十年大吼着 我不会卖房子的 周景堂看向十年 他也不说话 只是解了西服上的袖扣 砸在桌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十年表情色缩了一下 一下子就不敢再吼了 他泪流满面 跑了出去 一壶茶 已经冷了 人也该散了 周景堂眼里泛着血丝 问我 宋卿 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能不能再多 骗我几年 我摸了一下小腹 像过去的很多次一样 走过去轻柔地拥抱住他 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周景堂 骗不下去了呀 因为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周景堂喜欢我的呢 大概是十七岁的夏天 我坐在花园的秋千上看书 周景堂本来在浇花 他忽然朝着我喊道 宋卿 抬头看 我抬头看过去 周景堂朝着空中喷洒出一道水雾 在阳光的映照下 显现出漂亮的七色彩虹 我一时间忍不住跑过去捕捉彩虹 周景堂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忽然就丢下花洒跑掉了 过了每一分钟 他又跑出来丢给我一个浴巾 态度随意地说道 多大的人了 还玩水 只是沾了一点水而已 他却特意给我拿了一条浴巾 我看着他藏不住的通红耳根 确定他喜欢我 周景堂其实不是一个会爱的人 他缺乏耐心 脾气暴躁 太过骄傲 宋卿 走那么慢 蜗牛一样 去爬山的时候 他嘴上抱怨着 还是耐着性子帮我负重 宋卿 烦死了 不要再催了 上学前 他起床气大的要命 骂跑了两个保姆 我去敲门 他还是会嘟嘟囔囔地爬起来 我跟他说 他迟到老师不会惩罚他 但是会让我罚债 如果往后他还这样 就不要一起上学了 从那以后 周景堂早上再也没有赖床 上大学以后 我考上了北边的学校 他在南边 因为十年毁了我的右手 周家态度让我寒心 我更不想让静如奶奶 为我的手煎熬 难过 我搬出了周家 自那以后 我跟周景堂很少能见到面 但是我又忍不住 想看他的脸 后来 我会每周悄悄地去他学校 看他打球 看他参加辩论赛 看他上课 就这么一直过了三年 偶然的一个夜晚 我接到周景堂好友的电话 喊我去酒吧 我到了以后 周景堂已经醉了 他抱着我 站在昏暗的走廊里 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 额头抵着我的额头说 宋青 这么喜欢我呀 每周都跑到学校去偷看我 我没有回答 只是扶着他 从包里拿出保温杯 看着他喝了一大杯蜂蜜水 又为他吃了解酒药 我牵着周景堂的手 穿过午夜风膜的人群 朝着外面走去 外面夜凉如水 周景堂本来一言不发地 陪着我等车 车子来的时候 他把我按在车子的后座上 用力地吻我 宋青 我们在一起吧 你忘掉十年的事情 一直对我这么好 好不好 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 嗓音很闷很闷 十年出国以后 我们没有提过我断手的事情 我跟周景堂之间 仿佛隔了一层 我跟周景堂 就那么走走停停 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 一直到二十五岁 周景堂拿出一枚戒指 套在我的无名纸上 他说 宋青 谁都知道 你爱我爱得要死 所以我们结婚吧 套劳我 不要给任何人机会 婚房是他买的 也是他布置的 我住进去以后 发现所有的家居陈设 居然都是按照 我梦想中的样子布置的 可是 我只跟静如奶奶 聊过我未来家的样子 周景堂应该是偷听到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 摆网球收藏筒 周景堂搂着我的肩膀 看着墙上的透明筒子 一脸嫌弃地说道 我讨厌网球这项运动 以前也没见过你打网球啊 我没说话 差点要流出眼泪来 因为我梦想中的房子 是想跟周景成一起住的 那个网球桶 是想收藏一些 陪伴周景成成长的网球 他每次比赛完 都会请一些重要的伙伴 教练 粉丝 给他签名 然后收起来 不高兴了 周景堂晃着我的肩膀说道 你要是喜欢 我陪你去打两场 说不定看你穿网球服的样子 我能对这项运动 有一丁点的好感 那个网球收藏筒 一直空置着 而我也从没跟周景堂 一起打过网球 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我只带走了这个网球桶 领离婚证那天 周景堂居然比我早到 他看起来十分憔悴 站在路边抽烟 看见我出现以后 他掐灭了烟 我走过去 说道 抱歉 我迟到了 是我早到了 周景堂看着我 问我 你要离开这里 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他 我没有回答他 在这个戏风冷雨的秋天 我跟周景堂的路 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认识他到如今 已经十二年的时光 初见时 他是跟周景成 有相似面容的艳丽少年 离别时 他的轮廓在我的眼里 越发清晰 他的眉眼 其实跟周景成 并不太相像 出了民政局 我们背道而驰 没有说再见 因为不会再见 是我的自大跟傲慢 推开了宋青 他曾跟我说过 我这一生得来得太容易 所以不懂得珍惜 他还说过 周景堂 你跟十念没什么差别 本性凉薄 恶心至极 我自小就是周家继承人 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跟权利 在遇到宋青之前 我从来不知道 得不到跟已失去 是什么滋味 周家跟十家是世交 我跟十念一起长大 很多人都开玩笑 说我跟十念很般配 将来一定会结婚 说是玩笑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以周家跟十家的关系 我们两个联姻 是众望所归的 十念把我当成了 他的所有物 任性妄为 肆意骄纵 我从不在乎 他怎么对待 接近我的女孩 因为在我心里 与其将来 娶个面目模糊的人 不如就娶了十念 我初见宋青时 他穿着淡蓝色的白褶裙 站在客厅里 抵抗着来自别人的威胁 当时我只是看了一眼 他轻雾般湿润的双眸 心里就隐隐地想着 南方的女孩子 果然像书里写的那样 是水做的 他到周家 宠辱不惊 过着自己的日子 我总是在不经意间 去关注他 他凌晨六点会起床跑步 风雨无阻 自律地可怕 七点钟 他吃完早饭 会在小客厅看书 放学以后 他会关在奶奶 为他准备的画室里画画 周末的时候 他会骑着单车 在北京城的胡同里转悠 又或者背着登山包 独自去征服京郊 大大小小的山峰 宋青仿佛从不觉得孤独 永远有属于自己的事情要做 我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对宋青有不一样的想法 是在一节体育课上 他坐在网球场外 不言不语 静静地看地上的梧桐叶 一颗网球朝着他砸过来 他的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 在破碎的光中 他独自坐在时光的间隙中 沉默地流泪 从网球场中跑出来的同学 看他哭成那样 慌乱地问他有没有事情 需不需要去医务室 我站在梧桐树下 看到宋青擦干了眼泪 捡起那颗网球 放到那个同学手里 他睫毛颤抖着 轻声地问对方 我没事 同学 方便问问你的名字吗 那个男同学 脸色一点一点地红起来 后来也没有了后来 那个人转学了 权力就是用来任性的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厌恶网球这项运动 后来宋青跟我说 周景棠 你跟十念一样 把别人的尊严 清建到了泥土里 你纵容十念 是因为你心里也觉得 那些人的自尊不值一提 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他来周家的第二年 宋青在学校被十念孤立 还不容易结交到了一个朋友 可是十念却逼得 那个女孩子在操场上跪下 逼得他跟宋青绝交 当时我站在二楼的窗户边上 看到那一幕 宋青远远地站着 他平静地看着 双手紧握着 像是要把那个场景印在脑子里 我以为宋青是脆弱的 无助的 直到我看见 他是怎么报复十念的 宋青利用了我 我坐在客厅里 眼看着他朝我走来 他穿着掐腰的白色连衣裙 露出一双很漂亮的腿 静堂 你能教我跳舞吗 元旦舞会 我怕出丑 他站在我面前 静静地看着我 语调轻柔 那还是他来周家以后 第一次接近我 我挽着他的手 伴随着音乐 教他舞步 可是跳了一会儿 我就知道他是会的 甚至游刃有余 从容漫妙 十念也就是那个时候 冲进来的 他像一只暴怒的猫 把宋青狠狠地推倒在地上 想要打他 宋青揪住十念的胳膊 抓起边上的花瓶 狠狠地一砸 水淋的到处都是 他把十念 按在破碎的玻璃茶子上 十念凄厉地惨叫着 一直到有人过来 宋青倒在地上 不断地哭 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害者 后来石家派人来问 到底怎么回事 我撒了谎 我说是十念要打宋青 不小心撞碎了花瓶 摔在了玻璃茶上 当时宋青就坐在沙发上 他抬头看着我 眼里是沉露一样的冷意 我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宋青盯着 我忽然轻轻一笑 周景棠 你跟十念这样的人 真是让人恶心 生来就拥有很多 所以就凉薄到轻贱 别人也觉得理所当然 我当时脑子很乱 只是抿着嘴说 我不是 十念欺负你的事情 我一再告诫过他 但是他任性惯了 往后 我会看着他的 你猜 他为什么要针对我 宋青慢慢地走近我 眼里带着笑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他害怕 你喜欢上我 眼看着要成年了 石家提出 在十八岁成年礼上 跟十念订婚的事情 我爸通知我的时候 用的确定的口吻 没有跟我商量 我没有同意 但是也没有拒绝 自从宋青利用我 报复十念那天 我开始在心里 抗拒接近他 他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似的 还像从前一样 跟我相处 去爬山的时候 捡到的破石头 画两笔画 就丢在我门口 早饭我提过一句 蒸蛋好吃 才知道是他做的 胃口不好的夏天 他会煮梅子茶端给我 却不关注我 有没有喝完 冬天的清晨 我听到外面有人 大喊我的名字 拉开窗帘一看 外面挨挨白雪 阳光冷冷 宋青戴着红色的毛线帽子 站在两个大大的雪人面前 他拍了拍那个 垮着脸的雪人 朝我笑了笑 然后就离开了 家里的保姆说 宋青一大早起床 堆了一个小时的雪人 就为了让我看一眼 我跟我爸的矛盾 愈演愈烈 他要我为了一桩生意 去讨好实念 我拒绝了 我心里闷得慌 石家这几年虽然得势 可是剑走偏锋 早晚要摔个跟头 我爸为了跟我妈抗衡 非要跟石家捆绑 这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拿到驾照以后 去无人的盘山公路飙车 宋青不知道怎么知道找到我的 坐上了我的副驾驶 他镇定地坐在那儿 等车子停稳 他在路边吐得昏天暗地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宋青那么害怕 他握着我的手 嗓音都在颤抖 周景棠 我求你 永远不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我以为他是在为我担忧害怕 后来看见他跟周景成的合照 我才知道原来他怕的是 永远不能再看见我这张脸 十八岁生日宴 我明确地拒绝了 跟石念订婚的事情 我把话跟我爸讲得很明白 如果不想那天只有石念一个人出场 那就不要搞什么订婚宴 让他出丑 那天我喝多了 躺在休息室休息 宋青进来 为我擦脸 我闻到他身上清雅的枢墨香气 就知道是他 他挨得我太近了 我甚至不敢呼吸 一直到 他说想闻我 也是那一刻我才知道 只要宋青走近我 我永远无力拒绝 也就是那天 彻彻底底地激怒了石念 他打断了宋青的右手 我站在病房外 看着昏迷的宋青 整个人都在颤抖 我看到石念的那一瞬间 几乎想都没想 抄起手边的灭火器 朝着他冲过去 保镖死死地拦着我 石念哭着说 我恨透了宋青 周景堂 是你害了他 你明明答应过我 只要我不让我爸爸 逼宋青出国 你就答应跟我订婚的 可是你食言了 石念被宋青设计 后背上留下很多小疤痕 小孩子的事情 大人们动若观火 石叔叔抽着一根烟 跟我笑着说 景堂 也知道我就实念这么一个女儿 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留给他的 他不开心 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我知道他嘴里的代价 就是宋青 宋青断了手 我奶奶出面跟石家谈 十年出了国 宋青离开了周家 我很怕再见到宋青 他断了手 这辈子再也没办法画画了 我一边上学 一边着手对付石家 奶奶得知以后 没有说什么 调动了所有的资源 跟人脉帮我 转眼间 我已经整整一年 没有再见过宋青 实在没忍住 找出一张从前偷拍他的就照看看 是有林吉走过来看 特别惊讶地说道 哎哟 这不是每周都会来看你的那个气质大美女吗 怎么 周公子你被打动了 我这才知道 原来这一年中 宋青每周都会来看我 林吉是摄影爱好者 每场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记录 他给我看了看照片 篮球场上坐在角落处的宋青 辩论赛上戴着帽子 站在远处看我的宋青 甚至在某一堂课上 他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上 也在看我 我隐忍着 没有去找他 一直又过了两年 我设了局 隐匿身份设计石家 进行外海投资 石家亏得满盘皆输 石家的国内产业 更是因为品控不利 频频地被投诉 在网络上口碑坍塌 货物滞销 因为偷税漏税 税务局介入调查 让他们找银行借贷周转的事情 彻底没戏 打了一个时间差 我要收购石家的海外资产 还差两千万 我爸知道是我对付石家 气疯了 因为他早就跟石家捆绑死了 他用尽一切办法 要围困我 我没想到我奶奶竟然那么快 为我搞到了两千万的缺口 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轻轻拿的钱 我如梗在喉 我知道 这两千万对于我来说 只是商场上的一笔流转金 可对于宋青来说 却是他所有的积蓄 我把公司股份转让给宋青百分之三十 由我奶奶代持 就算将来 宋青因为手腕的事情 无法工作谋生 他这一辈子也会衣食无忧 跟石家的战斗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石念从国外给我打来电话 周景棠 你真狠啊 这么多年哄着我 逗着我 我以为你真的忘掉宋青 要跟我重新开始了 没想到你只是利用我 套取我爸爸的商业信息 现在石家垮了 你满意了 石念 你有句话说错了 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 谈不上重新开始 我挂断了电话 石念在国外闹自杀 他舍不得死的 他只是怕失去了荣华富贵的日子 为了弥补他 我定期给他打钱 维持着他锦衣玉食的生活 尘埃落定那天 我在酒吧大醉一场 终于可以面对宋青 他穿越人群带走我 一如既往的风清云淡 深夜前来竟然还记得帮我带蜂蜜水跟解酒药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宋青有心地去爱一个人 没人能逃得过 在出租车上 我耗尽毕生的勇气去吻了他 宋青 我们在一起吧 你忘掉石念的事情 一直对我这么好 好不好 我再求他 我们在一起了 我反而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宋青对我很好很好 可他的心好像从没有放在我身上 工作以后少不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应酬 他从不在乎我身上陌生的香水外 我的副驾驶上曾经坐过谁 偶尔我深夜回家 看到他独自坐在沙发上 看着墙壁上那个空荡荡的网球收藏桶 他听到动静 扭头看我 看我脸上的伤 吓了一跳的样子 脸怎么了 有没有去看医生 会不会留疤 他抚摸着我脸上的一道浅浅的伤痕 眼里是藏不住的忧虑 我搂着他 闻着他身上的气息 浮躁的心慢慢地沉寂下来 我开玩笑地说道 周太太 看来你最在乎的是我这张脸啊 如果那天我的脸毁了 你是不是打包行李就跑路了 没想到一语成衬 我至今都无法描述 我看到他跟周景成合照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我十几岁才知道周景成的存在 也终于明白爸妈之间这么些年 忽然爆发的矛盾 跟纠缠不清的爱恨 我只见过周景成一面 那个时候他病得很重了 我配型成功 但是绝不会去为周景成捐赠骨髓 那个时候 我高傲到连调查周景成的心思都没有 只是去看他一眼 拿到那张合影以后 我派人去同城调查周景成 得到越来越多的照片 宋青跟周景成在同城中学非常出名 有很多人偷拍过他们的照片 宋青晃着腿坐在周景成的单车后座上 还咬着一只水蜜桃 周景成所有的网球赛事 宋青永远坐在第一排 专注看着他 下着大雨的夏天 周景成乘着一把伞 湿透了半边身子 还小心翼翼地揽着宋青 不让他被雨水打到 周景成背着一个书包 拎着一个书包 看着宋青在高高的花墙上走边边 做好了随时接住他的准备 难怪 难怪十念为了刺激宋青 说他跟我青梅竹马长大 宋青只是个外来者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生气 原来在他的青春里 也有周景成一路为他保驾护航 跟他一起长大 极度烧毁了我的理智 我开始用十念刺激宋青 第一次在家里 我故意按开免提接通十念的电话 宋青抱着毯子 站在那儿静静地听我打完电话 他不在乎 根本不在乎 比起周景成对我的伤害 十念对于宋青来说 不过一语轻红 微不足道 我受不了 出差三个月 在酒店鸣鼎大醉 助理竟然把十念放进来 让十念拍下了我们共处一世的照片 我回国的第一晚 坐在客厅里 等候着宋青回家 安静的夜晚 钟表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 我在想 在我冷落宋青的这一年 他有多少个黑夜 孤独地等我回家 在等待我归家以后 又看着我刻意制造出的痕迹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宋青回来了 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还是为我泡了一壶花茶 喝完了一杯茶 他拿出离婚协议 那一瞬间 一直以来积攒的情绪终于爆发 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协议书 在圣怒之下离开了家 可我没走 我坐在车里 不断地抽烟 我想回去 可是又拉不下脸 往后的日子 我一直在等宋青找我 我以为他肯定舍不得我 这张跟周景成一样的脸 可我没想到 宋青对我已经疲倦了 他利用网络舆论 彻底地毁了十年的事业 让他输得一败涂地 他站在我们两个面前 一如从前一样 不骄不躁 不急不徐 十年在他面前 像个崩溃的小丑 上蹿下跳 宋青真狠啊 真狠 他竟然抱着我说 要跟我离婚 是因为骗不下去我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我 离婚那天 我出了车祸 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才醒来 行销鼓励 休养的日子里 我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整天待在我跟宋青的家 我在家里看了很久 才发现除了墙上那只网球桶 宋青竟然什么都没带走 两年后 奶奶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我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每天依赖酒精跟药物才能入眠 他终究是心疼我 给了我宋青的地址 原来他回了同城 我连夜飞去同城 驱车去他的住处 路上下了很大的雪 我的车停在他的小区外面 又忽然丧失了去见他的勇气 我坐在车里 焦躁得无法控制情绪 车窗门被人敲响 我降下窗户 一张可爱的小脸朝着我 他一双漂亮的眼睛 好奇地打亮着我 稚嫩地说道 车车挡路 我没有回过时 愣愣地看着小女孩 周景棠 车子挪一下 你停在这里挡路了 抱着她的人 弯下腰跟我讲话 她的语调像从前那样的平和轻柔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我倒车 我混混顿顿地下了车 几乎慌乱到不会走路 小姑娘戴着粉色的毛线帽子 露出圆嘟嘟的一张脸 坐在宋青的怀里看我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 忽然吐了个泡泡 惊喜地说道 爸爸 她是爸爸 宋青温柔地笑了 帮她擦着口水 是啊 爸爸 我们小橙子真聪明 记得爸爸的样子呢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说不出话 宋青走了几步 又扭头看我 周景棠 可以帮忙抱一下女儿吗 我右手用不上力 单手抱她有些累 我走过去 笨拙地把那个软绵绵的小姑娘抱过来 她好奇地摸摸我的耳朵 摸摸我的嘴唇 手很软 很香 我打算炖排骨汤 小橙子最近很爱喝 宋青一边走一边说 原本以为你会到得晚一些 今天下雪 你的航班没有延误 还挺幸运 我跟着宋青回了家 开门后 扑面而来的暖意 玄关的墙面上挂着很多照片 是宋青跟周景棠的 我快速地看过去 发现了我跟宋青的合影 橙子点了点周景棠的照片 又点了点我的照片 十分认真地说道 妈妈 叔叔 爸爸 小橙子 好了好了 知道橙子聪明 可以分得出爸爸跟叔叔 宋青给我拿了拖鞋 让橙子先去了客厅 我站在玄关处换鞋 动作很迟缓 觉得此时此刻并不真切 恍然若梦 宋青忽然笑笑说道 跟你离婚的时候 小橙子才三个月 转眼间他都两岁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不 时间一点都不快 在你离开的日子里 我度日如年 纷纷渺渺都是煎熬 来之前 我很想问宋青 如果当初我发现周景棠的事情 就跟他摊牌讲清楚 而不是任性地冷落他 疏远他 用十念刺激他 我们之间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但是我知道 不必再开口 宋青早就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唯有我 浑身伤痕 无法自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